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143篇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透过诗篇的经文 有更深刻的思考学习 向你献上祈求阳光祷告 放着生命阿们 好 今天的诗篇是求主 脱离 救他脱离困苦的祷告 他一样下面有写小字 写大卫的诗 有些圣经学者 把他归类分类一下说 这是大卫个人的哀叹诗 还有是在这一当中 也是忏悔的诗篇 诗篇他很期盼的 他能够从仇敌 加给他的困苦当中得到解放 求神来帮助他 然后他向神讲得起 求着诗篇 我们先看一到二节 夜华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 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是义的 好 在第一节经文我相信 如果认真听诗篇这样的语句 常常常常常出现求神 留心听恳求 但是在这边比较不一样是 就先提起了上帝的信实跟公义 好 这是很聪明的祷告的方式 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 所以神必定垂听 但是要接续的 马上直接说求你不要神问仆人 为什么 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义的 这也是对我们人很清楚的认识 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这也是罗马族当中的经文 我们很熟悉这样概念 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 没有义人不存在 但是当诗人这么诚实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就期望上帝见察 看见他这样的心 因为他诚实到神面前来呼求神 所以我们也不用 也不用害怕承认我们是有罪的 因为我们的确就是有罪的人 在神面前就是这样 但是求神亲自照他的信实公义 来看我们 来救把我们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祷告 然后在就业当中很多 会有像神的信实和公义呼求呼吁的祷告 就有点类似在法庭上 好求告 他希望法官是公正的 所以他就把他的案件讲出来 然后法官就按照公义来审判 好 那所以诗人就用这样的概念到神面前说 神你是公义的神 所以你要公义的来审判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到第六节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守的工作 我向你举手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 叛与一样 好 追想古时之日 不断的回顾 神是怎样来带领 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过去神怎样施行拯救 如今 诗人用这样子的盼望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想到神大能作为的时候 就深信他心里可以得到安慰 可以得到鼓励 也希望神再次的吹听 我不晓得我们平常有怎么样祷告的生活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来到神面前 或许我们也可以学习诗人这样子的祷告 来看神过去一切的作为 说神你是怎样怎样的神 把我们对神的认知说出来 然后把我们遇到的苦境说出来 就把这些沉迷在神的面前 而且 他这样的心听说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叛与一样 干旱之地需不需要 与谁需要啊 我们有怎样 渴望神的心 来到神面前 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当作上帝的话 当作我们的神的话 我们 不会到他面前吗 一定会啊 但是有没有渴望到像那干旱之地 希望雨来滋润来降临一样 所以当大卫他一生当中 当然也有顺利的时候 他也有很多遇到困境的时候 也写了很多很多诗篇 他就是不断到神面前 求神听 求神拯救 所以盼望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经文 就学习更多更深的到神的面前 就是向他呼吁 我们先来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十篇的经文 跟上来思想 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的罪性 我们是有罪的人 主干谢你赏赐你独生爱死耶稣基督 降生 替我们牺牲生命 使我们能够被主你保险来洁净 当我们到你面前认罪回答的时候 主你也亲自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我们所拥有最大的福气跟福分 主也帮助我们 就学习更深的祷告到你面前 主我们可想你 真的能够如干旱之地盼望雨 滋润一般 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来被你引导 被你调整 向你献上祈求祷告奉旨的顺名 阿们